好,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个模组 这个模组是我委托群内大佬制作的 这个模组是基于原版苏联的国策数 然后给他又加了一条额外的国策数线路 众所周知,苏联在红线的基础上面是有左中右三派的 然后我们在这边又给苏联加了一个联合线路 为什么做这条线?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的这个左中右三条线都各具特色 而且他们每条线的加成都不一样 得到的一些效果也不一样 每次玩的时候都让人有这个选择困难症 感觉哪条线都有意思都挺好玩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全都要呢? 直接把这三个人结合起来 搞一条合作线岂不是更好 第二个原因就是之前我在这个贴吧冲浪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贴子 这个贴子具体写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主要问的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个 左中右这三位一起合作 当时这个问题直接就把我看沉默了 因为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样才能让这三个人一起合作 但是在我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历史知识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了解的 可能这三位在大概十几年前还是比较通力合作的 我对这个苏联的早期历史还是不太了解的 但是他们曾经可能合作过 唯一让他们一起合作的办法可能就是把这个列宁给他复活了 这边就涉及到一个主要问题了 就是这个苏联他没有点逝者军事 怎么把这个列宁复活呢 思考到这边就有一点思维定势了 这个可是游戏啊 为什么要和他讲逻辑讲现实呢 我们直接谱写自己想要的童话不就行了吗 这个现实已经够阴暗的了 我们玩一个游戏就不能多写一点童话故事吗 所以看完这个贴子我就想到了 我们完全可以写一条这个列宁还活着的架空故事线 假如这个列宁再多活个20年什么的 但是这个群友看了我的这个想法之后觉得还是不妥啊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这个折中的方案就更简单一点了 就是直接假设我们玩家自己扮演的就是列宁 然后直接思维控制了这三位 让他们强行在一起合作 为此我专门打开已经多年不用的画图软件啊 用这个截图的方法给他们东拼西凑了一条 我自己设想的这个国测线 因为做模组的关键就是复刻原版已经出现过的国测 这样的话这个做出来的国测数不会有太多bug 所以我就直接把原版里面 我觉得这三条线里面比较好的一些国测全给他们挑出来 然后自己东拼西凑了一条 我认为的啊 这三者联合的线路 但我看来如果这三人联合的话 那最高速AI是最适合不过的 然后同时挂上这三个人的肖像 然后获得这三个人的能力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就是把这个每个人的每条线路里面比较好用的这些国测全部挑出来啊 尤其是这些带加成的全部拿出来 然后最右边我们再去秘密支持一下这个西班牙的马桶宫啊 这个也是众多玩家的一个心结啊 去拯救一下这个大兵奥威尔 然后再去掉右线里面一些比较偏发展的国测 再加上左线里面一些比较激进的国测 我们这个三线合一就非常的完美了 属于是这个政治经济国际供运啊 一把抓 虽然在现实里面一个国家很难完成这么多任务 但是在我们谱写的这个童话里面还是想达成就随便达成的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个设想非常的幼稚啊 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考虑 但是我们毕竟写的是童话 你写一个童话故事为什么要考虑那么多逻辑呢 其实我说的这些也是一些钢似模组经常走入的误区 就是一面强调着这个天马行空的故事 又一面强调着要符合逻辑就非常的怪 啊 魔震了半天突然又说我要讲逻辑 我要讲这个史实 就很离谱 废话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群内大佬帮我做的这一款模组啊 首先他这个第一条线是这个联合啊 他象征性的加上了一堆这个debuff 是为了他所谓的这个平衡性啊 我都觉得既然我们都在写这个童话了 就没有必要在这边搞平衡性了 直接联合就完事了 这条线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这个重组政治局啊 因为他的这个好处就是能直接把这个政治偏执度给移除了 政治偏执度是我觉得这个苏联模组里面设计的最失败的一个东西 按这个作者的说法 他把这些人联合起来的方式很简单啊 就是给苏维埃的所有人送一只喵喵啊 让他们重新联合起来 接下来的线就很简单了 就是我们这个拯救大兵奥威尔的这条线 然后一直往下点 点到这边有一个拨乱反正 这个国策也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把我们这个苏联开局关在牢里面的或者流放的人员全部请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作者就是他不肯请这个克伦斯基回来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 所有人都是可以原谅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改造思想来改造一个人的这个观念 或者就那句老话吧 保留活证据 不过这个克伦斯基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 到底怎么才能把它弄回来 我记得在原版里面好像是要用这个民主波兰 反向傀儡这个苏联才能让这个克伦斯基回国啊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 然后再往下就没什么了 基本上就是每条线比较好的一些国策啊 能给我们把这个buff给拉满的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波乱反正 但是这个国策要210天啊 我觉得不是很好 在我看来这个35天的国策是这个好文明啊 所以我推荐所有的模组尽量都用这种35天的国策啊 这个是玩家玩的最舒服的一个国策 做模组主要还是要让这个玩家玩的舒服 其次在考虑对应的游戏平衡性 这边我们顺便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人做的这个苏联模组 这个也是很早就有的 他这个模组和我之前的想法也是类似的 就是把这个苏联关在牢里面的人和流放的人全部弄回来 但是他这个就有点小小的抽象啊 因为这个苏联关在牢里面的这个图标换不掉 导致他这个人物就算我们把它选上去了 还是带这个图标的就很搞笑了 我们这边可以把这个关在牢里面的人 让他们戴罪立功啊 这我是没想到的 他这个模组主要就是取消了这个护士的线路 我们这个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终于可以同时宣传了 然后其他一些这个工业线路好像也取消了 这个我没太搞懂了 为什么这个能取消的 然后这个学说里面居然也给取消了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做这个模组 不用太拥立于这个现实啊 其实现实中最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也许这三个人就能回心转意开始合作呢 也不一定啊 好啊 好啊 谢谢观看